第15题请比较图4图5图6中电池的电功率大小 电池的电功率就是所谓的总功率 要算总功率必须要带总电压总电阻总电流 那么现在三个图里面的电池都是一个电池电压一样 所以我们想到我们用的公式是P等于V平方除以R 那么我们如果以钾为基准 那么它有一个电池的电压 然后有一个灯泡的电阻 所以它的功率就是V平方除以R这样算出来的 而我们换到了以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的两个灯泡是并联 并联的时候总电阻要变小 而我们的电压还是一样 所以我们电压还是一样是V平方 可是我们的电阻变小了 那算出来的数字就会比这边要来的大一点 所以图5的功率会比图4的功率来的大 而换到了图6这两个灯泡是串联的 串联的时候总电阻会变大 所以代工是V平方 那么这边R就要变大 那算出来的数字呢就要比这边来的要来的小一点 因为要来的小一点 所以图6的功率呢就会小于图4 因此我们就晓得我们的功率的大小呢 是图5大于图4 然后大于图6 因此第15题我们说 请比较图4图5图6中 电池的电功率大小 我们答案选的是书 图5大于图4大于图6 出品 出品 人